现在武汉肺炎疫情到处肆虐 截至昨天为止 国内已有42名确诊病例 大家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但如果为了防疫而取消酒册 你能接受吗 有一届人士认为 在酒册时驾驶用力吹气 可能会碰到远景的时候 造成飞沫传染的风险 因此今天上午 内政部长徐国勇宣布 全国性酒册暂时取消 至于地区酒册 可依照地方意愿来执行 政策一出来 台北市就率先跳出来反对 台北市副市长王珊珊下午 特别拿出统计数据来说话 我们查了一下 目前为止 因为疫情而死亡的病例是一例 可是因为酒驾而死亡的病例 一年是100多例 147个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应该是怎么样 做好警察的防护工作 而不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取消了酒驾之后 可能酒驾的人就上了 王珊珊直说 相信大家都不乐见 因为取消酒册 结果真的发生 酒驾撞死人的状况 因此市府不打算跟进 内政部政策 但会请卫生局来加强 远景执行时的防护 看到这里 中央和地方各有各的道理 不过记者是觉得 先不论到底要不要暂停酒册 酒驾就是最该万死日 万万无堂 大家不要这么想不开 以身事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